大门前怎么有一个大洞呢 真的把人给吓死了 这是在新北市中和的新生街 有民众就说 其实他们三四年前就发现 奇怪了 这家前面的这个路 好像一下雨就有一点点松动的感觉 结果呢 最近啊 光从水沟盖上面看 就看到了一个很大的缝隙 有人把水沟盖一移开 就发现不得了了 不管是往内侧起楼 还是外侧的马路端 下面的地基已经是空荡荡的一片 而且上面的博游 也有往下倾斜的现象 那么当然居民很担心 如果哪一天下大雨 会不会这整条路都塌了 连附近的公寓也会跟着垮 新北市中和新生街 马路边好大一个天坑 居民把水沟盖移开 往里面看 发现不管是往内侧的骑楼 还是往外面的马路端 都是空荡荡一片 光幕侧就有方圆两公尺左右 路基全被掏空 附近居民超害怕 会不会哪天有大车经过 整个路都垮了 车主怎么垮下去怎么办 房子也会担心 这会垮下来 这有楼 我们担心了这都房子 第一次掏上 房子会贫谁 近十位居民围着天坑看 七嘴八舌表情很担忧 只说三四年前就发现 只要一下雨 这里就有大量凝沙流动 怀疑路基松动 从水沟盖往上看 就能看到缝隙 现在连马路都有倾斜现象 民众停车都不敢停在附近 晚上回家还要刻意避开 别被天坑半岛 停车也会跌倒 就走过去 差一点就跌倒 跌倒还只是小事 就怕整个人摔进坑里 把整个路面都弄塌 到底地基流失范围多大 会不会影响行人来车 甚至附近公寓安全 议员直批 三四年前居民就已经跟市府返运过 但市府白烂不管 不管当时的工程是怎么施作 那我想市府拖了三四年之久 把它做检讨的 应该要尽快来做 应该有施作四十年有了 水沟的部分有老旧有破损的情形 四十年前的施工品质 到底有没有问题 驱工作也没把握 但强调下周就会把这区段 一百公尺的路基都重新填补灌江 居民也希望新的路基 千万别偷工减料 以免一下雨 家门前的马路又变成空心搏油 三立新闻消雨之周年 三立新闻市报的